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打球不乐知智 装差不乐碎水 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大家好 我是李教练杨诚大神 上一期我们教了大家 双打接发球如果戳的贴网 那这一期我就要教大家 你碰到这种很贴网的这种戳球 在双打中我们肯定不能 在下面挑起来白白对人家进攻 对吧我们需要说有一个 这种魔王提拉的一个技术 能够让这个球不那么让 对方好进攻那今天这个教育 就是填我上一期的坑 ok 那我们开始吧 双打的魔王其实应该叫做提拉 因为它不是个魔 它是从下往上一个拍面的去 找球头的提拉他为什么不能抹呢 因为我前期在上一个 教大家戳球的时候交代了 因为双打的戳球它都会比较快 所以说它会快速的过往 你是来不及抹的如果在单打里面 因为单打要求的是进网和 弧度和旋转那有足够的弧度 有个时间让我们上去抹 所以说单打当中我们就要抹网 那双打就叫提拉 提拉重要的是找球头 要找到对方刚戳过来 球头刚过往的那一刹那 去把这个球提拉过去提拉有几个好处 就是在提拉的时候 我们这个球啊它比较不容易去打高 因为提拉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它一戳过来 我们提拉的球的弱点是在 对方的两个腰的位置 而不是说我提拉到后场那个人 进攻的地方 就是让对方后场的人不能够起跳沙球 哪怕给他抽给他封 其实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给他 那么轻易的双脚起跳沙球 那这个技术主要是一个拍面从下往上的一个大拇指和手指手腕的之间的一个配合 这个主要的要点还是要能够清楚的找到球头 从球头的下面往上抹 把这个球带过往是一个发力比较长 而且从拍面接触到球头那个时间比较长那个技术 不是碰一下走了是带过去 然后把这个球提拉到对方的中半场 让对方的后场不那么容易好进攻 那在发球的时候有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发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也同样也是为了为我的搭档去创造进攻机会 不管是发球还是接发球 其实目的性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给搭档创造进攻机会 那往前的这两个人博弈的是什么呢 博弈的就是我们谁能够不起球 这个提拉技术就是在碰到了对方 这个第一拍戳球戳得很好的情况下 我们能冲上去把球头从下往上提拉到对方的中半场的位置 不要让对方太轻易的容易进攻 一定要多练多找那种从球头从下往上提的感觉 多触球不要去碰一下就跑 一定要多触 参与到这项技术的主要的拍的位置 主要是在这个拍面填区的中间靠下的部分 大概有一半的这个距离都参与到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当中 不能够用球拍的中间去提 中间去提是没感觉的 一定是用中间填区靠下的这块部分 去来参与到这个提拉的这个技术当中 然后把这个球给带过去 其实双打魔网和这个单打魔网有点像 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像 它是两个技术 单打那种魔网呢就用抹来形容更好 那双打这个更多有点像提拉的这种感觉 希望大家能够在打球之余能够多加练习 小伙伴之间多认认球 感受一下这种提拉球头的感觉 把这招练好之后 你会不会很惧怕对方的这个 戳球质量很高的双打的情况 那还是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 获取更多的羽毛球的教学资讯都有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 谢谢 更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神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